一個神秘光球飛越火車越台 今次要跟大家說的就是連科學都未能解釋的自然現象球形閃電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Papa 最近在互聯網上流傳了一條影片 被認為是拍攝到球形閃電這個神秘現象 片段在Facebook上被廣泛轉載 迅速獲得超過數千萬個view 就連著名的紀錄片頻道History Channel 都在他們的節目中用了這條影片作為球形閃電存在的證據 對於球形閃電的成因,科研人員認為 它有可能是由雲對地閃電造成 這個假設解釋為何球形閃電是經常出現於近地面的位置 在雲對地閃電的過程中,電子會被加速到接近光速 形成一個等離子的微波泡 科學家認為這個泡泡就是球形閃電的真面目 如果大家對球形閃電有興趣的話 我的另一個頻道 網絡補血站都有條影片說這個話題 大家可以按右上角或者Description的link去看看 球形閃電固然是真實存在 但不代表這次和大家看的這條影片是真的 我認真分析了片段的每一個細節 發現到這個球形閃電所發出的電流 擊中了月台上的路燈之後 路燈發生爆炸,並且彈了很多火花出來 但在表面上是完全見不到任何損壞 這一點是非常之不合理 除此以外,我對影片進行了逆向搜尋 我找到影片的製作者叫Andre 他在2019年5月把片段發佈在他的IG上 那IG post的hashtag 是清楚寫著VFX、After Effects和CGI等等 代表電腦特效的字眼 同樣的影片亦都被張貼在他的Youtube頁面上 影片的作者在留言道澄清說 這條影片是他剛剛學習電腦特效那時候做的 他說在片段的不同位置都有錯誤 大家留意的話就可以很輕易見到 因此我們可以證實 以上的球形閃電影片並非真實 也都傳了email去History Channel 知會他們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